打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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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五分钟 北京现代汽车队换最后一名球员 37号商议出场 13号徐云龙 五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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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玟Ter 加油 低射 隋董亮 快点攻破了自己 当年挖一队老大哥 将军的食指关 比赛在打到了下半场的30分钟以后 上海国际队队员的体力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而已经现在汽车队呢 两球在握的情况之下 下半场呢可以说 打得更加的轻松自如 陆江 这球非常的危险 幸亏是国际队这一下的产球 产的相当准确 球又被北京现代队断下来 左侧再送一道过点的直传 没有进去 重新来组织 看见头重放的是刚才隋董亮后插上之后 接同伴边路的横传 往中间带两步随后左脚的低射 这球啊 打得很突然 但是发力有一些不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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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结果是门将姚健抢在了国际队队员之前 先把球击出了进区之外 刚才这任意球啊也是幸亏门将姚健先出一步 如果呆在门里不动的话 中路国际队球员跟上将是很有可能把球打进 还有投球顶到进区里面对方解围于海 停球之后马上传又打到对方的身上 再把球传到进区里面 敲回来转身 阿游起脚射门 但是显然这一季的左脚射门阿游打得相当的不舒服 球离自己的射门腿太近 这样的是直接打到了皮球的底部 完全被托起来 最后这球是稍稍高过了衡量 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里面上海国际队打出了几次不错的进攻 最后组裁判陈鸿辉明迪结束了全场比赛 最后组裁判陈鸿辉明迪结束了全场比赛的最后组裁判陈鸿达